嗨!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今天我們來講講TVB花旦楊兒的事 最近她的婚姻生活被爆走向盡頭 有傳聞羅仲謙出鬼被捉 現在兩人在走離婚手足中 首先是楊兒突然在自己的社交網 發了一段無頭無尾 沒有任何前因後果的內容 就是用一個怒火中燒的表情配合這句話 當感到憤怒和失望時 可以做些什麼一次又一次 說謊鎖大牙 我不出聲不代表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我不會答 讓言這條社交動態一出 即刻引來討論紛紛猜測重重 戒因爲姨妹是什麼人大家最清楚不過 她做女的時候就是無線的拼命三郎田娘子 憑借著一伙好性心 硬是在花旦如雲的無線傳聖旗殺出一條血路 成為傳奇事後風雲人物的存在 雖然姨妹拼到三十家差不多四十歲的時候 偽然嫁了比名氣身份方方面面都不如自己的羅仲謙 但是對於姨妹這種獨立大女主來說 老公這個角色純粹是用來襯湯完美人生的配色 那樣結婚之後姨妹再次發揮以往的拼勁 再超過三十五歲的高齡求醫問藥 努力懷孕 生完一個女仔之後 即刻又生了個兒子 風風火火地完成了 子女相傳的人生大計 所以在兒子出生之後 姨妹就全面開啟人生贏家的模式 每次出現在公眾眼球裡都是優雅大方 幸福美滿的姿態 那樣的女人如今卻突然失態 坊間自然覺得事出反常必有妖 能夠惹她氣成金肯定不是小事 應該不會是她老公羅仲謙出軌 兼大話連篇被她發現了吧 兩人好不容易子女相傳 不會離婚吧 亦難怪坊間會有那樣的惡意猜測 皆因熟悉古早娛樂圈的體官都知道 羅仲謙剛出道的時候 就有一個超級無敵大的污點 就是和前女友傅穎撕破臉皮 還被傅穎公開控訴家暴 甚至直指她說話沒有一句是真的 會看咸豐年前傅穎的那句話 再聯繫到嫌妹現在 控訴有人說謊所大雅 令人不得不懷疑 會不會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易 羅仲謙又做了對不起老婆的事 然而神奇的是 正當大家都在好奇姨妹夫妻是米 在經歷七年滋養之際 羅仲謙卻第一時間跳出來闢謠 分辨啊 聽起來下一條其實得淡笑 而為了顯示夫妻同心 心有靈犀 嫌妹亦緊跟老公的步伐解釋道 我不是說她 只是因為朋友說謊 不開心而已啦 雖然夫妻兩人 意口同性地否認分辨 看熱鬧的閒雜人等 亦應該消除兒淚 各回各家 各找各媽 但是大家非但沒有平覆下心情 反而對嫌妹生起了各種兒淚和擔憂 沒錯,姨妹不是眼大無腦的紅欣 會傻到利用狼來了分辨來玩救人氣 姨妹向來清醒明智 獨立至強 謹然慎恨 形象大方 那樣的人突然一反常態 必定是遇到了一些難以跨越的心狠 如果說是心狠是被朋友欺騙 那麼未面粉認過激了 皆恩回看姨妹的朋友圈 從TVB全盛時期開始 就是翻白眼多過交朋友 可想而知 那樣的好性女子對身邊的人 都是防備和疏離的 真正能心交者除了親姐姐楊卓娜之外 就寥寥無幾寥 不太可能被友情所傷害 既然這樣的話 姨妹的心都是落在婚姻家庭上 以由她近年來對待演藝工作三日打魚 五日曬網的狀態可以看出 姨妹一直在家庭和事業之間衝突著 始終被老公賺不夠錢來困擾著 沒錯,還記得當年 楊兒和羅仲謙結婚之後 有一段時間遲遲懷不到新人 當時楊兒的姐姐楊卓娜曾經出來透露 妹妹難懷孕是因為 在無線時期拍劇太盼了 結果就因為吊威娜落了脊椎毛病 再加上女人超過35歲 卵子質量會自然下滑 所以得盡力通過中藥條理 不過好就好在 黃天吾赴苦心仁 姨妹之後還係完成了 三年抱兩 姨女相傳的夢想 而看著傲傲待步的一對姨女 姨妹在心滿意足的同時 事業心亦直線下降 一雙情願地打算 我傲過拼過 身體落了七爐八損 現在托賴老天眷顧 總算完成了生兒育女的任務 接著賺錢養家的任務就交給老公算啦 我只負責貌美如花 養生養性就好 在計劃好相夫教子的餘意算盤之後 姨妹就一心一意 輔助老公 甚至拿出自己壓箱底的無線資源 促成羅仲謙同TVB簽了親生仔合約 滿福紅心臟志希望羅仲謙被無線紮資源力捧成 彩 只可惜羅仲謙演技不炸滴 觀眾緣也一般般 拼搏力甚至仲不如妻姐楊卓娜 所以在混了一兩部主演的戲之後 羅仲謙最終仲是被 逼落了一線小生的行列 畢竟夜大的電視城 老臣只有陳浩馬國明 實力派有郭俊安陳展鵬 關係戶亦有譚俊賢 此羅仲謙這些關係不是特別過硬 實力又不是特別出彩 之力更談不上勞苦功高的 自然是高不成低不走 成為公司第一批被冷藏的對象 眼見及此 而妹實在無辦法了 只能再辛苦亦頂硬上 帶著老公一起去拍座 那部家族榮耀 想不到家族榮耀熱播之後 伙計仍然是張志琳、楊兒這些人 羅仲謙依然被遺忘 在不醒目的角落 看到老公是扶不上的阿斗 楊兒開始招 累了著急了 介因他早些年為了專心歸人家庭 專門選一些輕鬆的 唱歌節目評委和代言活動來做 一下子遠距了很多重頭劇項目 其實就包括家族的榮耀續集 和無線的新文女王 尤其是新文女王 由於這部戲是 無線下重本來拍 還好不容易請來蛇絲曼反巢主演 當初一度打算讓楊兒來搭蛇絲曼 重現攻心機的輝煌 但可惜現在的姨妹 滿心滿眼都是姨女 她只柔柔地看了一下劇本 就遠距了無線的腰藥 直接到至最後 新文女王 只能請李斯華 和高海寧來頂替楊兒 而敲定好角色之後 劇集《易密羅緊古地》開拍 最近劇集製作的進度條 到了三分之二 無線就火力全開地為劇集預熱 還一口氣推出了頗有氣勢的海報 一看這個架勢就知道 TVB是對新文女王下了重注 眼見及此 而每頓時有了錯過了一個億的感覺 不其然為自己和新文女王 拆肩而過追悔莫及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姨妹的老公羅仲謙的事業 紅紅火火 或許她還能心理平衡的 覺得一切錯過都值得 但問題是如果不是姨妹 偶爾帶子女出來擦一下存在感 羅仲謙幾乎變成了娛樂圈的失蹤人物 所以面對自己蘇州過後無旋踏 還有老公不溫不火不上道 好姓姨妹就好似熱窩上的螞蟻 急得不知怎樣好 為了犯這股情緒 她也只能透過發社交網絡來鬧一鬧 由此可見 在光鮮亮麗優雅大方的女明星 在骨子裡 亦然是一枚普普通通的好姓小女子 會對另一半有不切實際的希望 亦會在希望破滅之後產生怨怼 吾甘 憤慨 焦慮等小情緒 更會被小情緒困擾緊任性一把 與煙不祥地吐槽一番拆存在求關心 不過不同的是我們普通人吐槽一番 只會引來小範圍的關心慰問 小小風波 而明星一言一行就能掀起京途海浪 牽然大波 可無論是小風波都好大風暴都罷 他們都是生活失控的一個寫照 佳因在人的一生中 可控是偶然 失控才是常態 你希望另一半無所不能 事實上他很多時候卻無能為力 你寄望孩子會懂事乖巧 事實上他和總事使盡全力 和你對著肝 所以將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 等來的大概率是失望 最後的最後 我們的人生課題也只能落到 接受失望 消化失望 努力和失望和平共處 大家對此怎麼看?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